上集说到 吴小红见小猫卡在车底 竟然切割汽车底盘 导致汽车刹车失灵发生车祸 十八 有人想谋杀我们 底盘的大梁河刹车线 全部被人给切断了 我朝底盘看了一眼 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还好刚刚车速不快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报警吧 而另一边 干完好事的吴小红 跟没事人似的 带着他弟弟找他丈夫算账来了 蔡大福 想让我姐原谅你 那你必须给我交保证金 保证以后不打我姐了 我也不多要 就一次一次 给我十万就行了 蔡大福看了吴小红一眼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吴小红冷哼一声 我弟弟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此时的蔡大福 感觉有些好笑 都这个时候了 这败家娘们居然还要 拿钱出去补贴给外人 她难道忘了 还有三百万在等着她赔吗 你要不想拿钱 说明你没有悔改的心思 那我只能让我姐跟你离婚了 我身为她最亲的家人 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对 不拿钱 我们就离婚 对于拿捏自己的丈夫 吴小红还是很自信的 每次她只要一提离婚 对方立马就会认怂 蔡大福静静地看着吴小红 感觉自己的心很累 以前她都是为对方考虑 为对方无条件地付出 可到最后换来了什么 好 那我们就离婚吧 一听这话 吴小红傻眼了 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 一直以来 她在两人的关系中 就是称王称霸的角色 现在对方这么轻飘飘地 同意了跟她离婚 这让她接受不了 你还是不是东西 你居然真的敢跟我离婚 吴小红不敢置信地大喊 大叫起来 吴小红也是大骂 蔡大福不是个东西 面对着他们的辱骂 蔡大福没有说话 她现在只想赶快 跟这个蠢妇撇清关系 否则迟早被她害死 就在此时 两个叔叔走了进来 吴小红 你涉嫌故意杀人 我们将撤销你的保释 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此话一出 吴小红几人直接猛圈了 好伴想她才反应过来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时候杀人了 你今天是不是去了警局门口的停车场 吴小红愣了一下 是啊 因为我发现一只小猫被困在了一辆汽车底盘下面 所以就过去把小猫救了出来 我这是在做善事啊 那请问你是怎么救的 这 吴小红有些说不出话了 总不能说自己切割了别人车子底盘的大梁吧 反正我就是救小猫来着 这是在做好人好事啊 我怎么成故意杀人了 我特么杀谁了我 叔叔却是被气笑了 你所谓的做好事 就是把别人车子的大梁和刹车线给切断 事后你还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行为险些害得车主丧命 你这是谋杀 还好意思说是在做好事 被叔叔这么一通训斥 吴小红感觉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车主不是还没死吗 怎么我就常故意杀人了 我也是为了救小猫的命啊 难道小猫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你们还有没有一点慈悲心 叔叔被他彻底的搞乌语了 只感觉这个女人真是又蠢又坏 现在请你立刻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说着叔叔就要带走吴小红 我不跟你走 你凭什么抓我啊 我都说了 我没有故意杀人 你怎么不听呢 你走开 吴小红在挣扎反抗的过程中 直接把叔叔的脸给挠伤了 叔叔满脸严肃地发出第一次警告 第一次警告 随后另一个叔叔也走了上去 又被吴小红推开了 第二次警告 你要是再不配合 我们就采取强制性手段 说完叔叔再一次走过去 但是吴小红依旧不配合 滚开 否则我就要喊了 第三次警告 来人哪 叔叔耍流氓了 叔叔欺负女人哪 叔叔瞬间脸色一变 一个琴拿树就把吴小红按在了地上 吴小红顿时疼得嗷嗷大哭起来 这一幕把在场的人都看傻眼了 而之前声称自己跟吴小红才是最亲的家人吴小红 全程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 倒是蔡大福见此有些于心不忍 叔叔同志 这件事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谁知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吴小红打断了 蔡大福老娘的事不用你管 用不着你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 我弟弟已经帮我请了大律师 谁也别想让我坐牢 对对对 有我在 我姐自然不会有事 蔡大福眉头一皱 也不再多说什么 警局内吴小红一脸震惊地看着 弟弟帮他请的大律师王二狗 神 什么 你是说我犯下的事情 很可能会被判十年起步 看到王二狗点头 吴小红脸色瞬间一片煞白 吴女士你别担心 只要能和对方达成和解 我有把握将刑期控制在三年以内 那还等什么赶快去和解啊 这时吴小虎开口了 姐想让对方答应和解 恐怕你得拿出点诚意来才行 吴小红愣了一下 啥意思啊 还得让我出钱吗 见吴小红有些不乐意 吴小虎又劝说道 姐这是只能拿钱消灾了 不然你可是要坐十年以上的牢啊 听到这话 吴小红瞬间被吓得六神无主 只能咬牙答应了下来 要拿多少钱 吴小虎眼神一亮 你还有多少钱 全都转给我 这件事我们替你去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